我的麥克風不見了 晴天霹靂 大家早安 今天呢 我們來釜山的樂天世界 然後這裡是在很空曠很空曠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去找那個買票的地方 然後聽說呢 處在樂天世界比首爾大了五倍 到底好不好玩呢 今天玩完再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進來樂天裡面 但是我最想要玩的雨嬌飛車 今天不能玩 我們有沒有這麼幸運 就是挑了一個今天在維修的日子來 不得玩這個雨嬌飛車 到我今天來這裡的意義是什麼 我花了韓幣四萬七千塊 門票一千多塊 台幣耶 我們現在先來吃東西 因為我們就是早餐沒有吃 所以不想吃早午餐 然後我剛剛上那個樂天世界的網站查 發現雨嬌飛車就是27到29號正在維修 但是也沒有想到就是 出發前要查我維修這些事情 好吧 但是其他設施 可不斷幾次的網站 大的雲霄飛車不能玩 我們只好來玩小的雲霄飛車 Let's go 我們剛剛玩了那個 那個中文叫什麼啊 反正就是那個水稻會沖下來 在噴水的那個金礦山之類的東西 我們玩了兩次 不可怕但還蠻有趣的 然後第一次沖下來的時候 整個臉全濕 它這裡站地看起來 是蠻大的 可是設施好像 沒有到超級多的感覺 好的 我們原本以為那個雲霄飛車 就是今天一整天都維修 但是我們走到這裡來之後發現呢 它有開 所以我們剛剛就去搭了 其實大概兩次 非常好玩欸 還好我們今天有搭到這個 然後呢 我剛剛還歷經了麥克風消失的禁魂機 因為我麥克風別在衣服上 然後可能走一走它就掉了吧 我就心情非常不愉悅 因為我的麥克風掉了 麥克風掉了要再買回來 真的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當然還好後來有找回麥克風 至於找回麥克風的故事 晚一點再說好了 熟悉的光復露啊 熟悉的光復露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时我们已经准备要离开了天世界了 然后我们就要往出口的方向走 然后就经过了你们刚刚前面看到那个U型冲下来有水的那个 我就拿着我的相机在拍那个东西 拍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往门口的方向走 走一走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耶 我就低头了看一下我的胸前 我就发现我的麦克风不见了 因为我是别在衣服上的 当下我整个人就是晴天霹雳 然后整个人的情绪都砰 蹬到最低 因为麦克风是器材之一嘛 对YouTuber来说器材不见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 然后就跟我妹说 我的麦克风不见了 然后她就说 哦难怪刚才我在路上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黑黑毛毛的东西 可是她没有多想 然后她又有看到一个阿姨推着清洁车 她就推测说会不会是那个阿姨 把她当成垃圾捡走了 可是当下我们在那个附近 也没有看到那个清扫的阿姨 我们就沿着原路回去找 都没有 这时候我心情真的已经荡到一个极限了 我已经完全不想说话 我已经无法思考 我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去游客中心问问看 就在走到游客中心的路上 我在一个心情很复杂的状态之下 眼前突然出现 推着清洁车的阿姨 我就赶快这样子跑过去 然后就问那个阿姨说 你有没有捡到一个东西 就是黑色上面毛毛的 看起来像麦克风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那个阿姨呢 就从她的垃圾桶里面翻翻翻翻翻翻 然后就 我的麦克风出现了 吃而复得的麦克风 你们知道我当下的心情是 本来超级超级到 然后突然间恢复到一个满血的状态 因为那个是我们去釜山的第三天而已 然后麦克风就不见 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后面几天 到底要怎么拍摄 我觉得我可以找回麦克风 我真的很幸运 真的是老天有保佑 这样子 最后我来讲一下 釜山乐天世界到底值不值得去呢 三个字 不值得 第一个它的占地是真的非常的大 跟首尔的乐天比起来真的宽很多很多 虽然 釜山的那个云霄飞车 那个叫做Giant Digger 它真的蛮好玩的 可是我觉得 以这个票价来说 它的设施没有对应到它这个票价 因为它门票要47韩币嘛 大概是1000出头的台币 所以 如果有去釜山的人 我是觉得 釜山乐天世界可以不用特地排进去行程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们就下一支韩国影片见啰 拜拜